我剛才看到很多網友在講AV 其實我不是很介意講AV 因為遲些我們一定會有類似的節目 未必是講AV 但是所謂食息性也人之大肉 根本我就覺得這件事是可言 我記得我曾經在這個節目上 在這個台上有一集 講屌欺的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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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動員別人來申請我 同一時間 但後來我拘捕男人去打電話去 那些人真的有接電話跟我說 原來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很奇怪 你說屌老母都可以 你不要說那些博弈的事 我尊重他們的意見 在日後我也少說 但是其實 我真的不是很覺得尷尬 屌欺 不論是平常的 夠硬的 女人很空虛的 很正常的 但是我們都盡量在 老少咸兒的節目中 講少一點 這一方面 或者在另外一些節目中講 有沒有底線 其實男人真的沒有底線 不過我現在年紀大了 心有餘就力不足 有什麼底線 在我的字典裏 不是自己老母、姐姐、妹妹、女兒 那些人都可以 當然你要求別人 小姐請問我想和你幫忙 你們不願意 別人說是願意的 那你才搞 你沒有多強行來 好像是柳成澤那樣 當然 如果你說女性能夠主動一點 例如說 Berry哥 其實我也有點癢 你可不可以今晚和我倒一倒塞 那我們就考慮 到時 大家真的比較自由 這個世代 都是要講公平的 還有我都要再講多一次 我講完最後一次 黃標這回事 我們的觀眾好像很開心 我見到今天兩個直播都有廣告 應該沒有了黃標 我再講多一次 一直都有廣告 有黃標不代表沒有廣告 YouTube是分不同類型的廣告 有不同的錢 所以其實一有黃標 那些比較值錢的廣告 或者很多類型的廣告 就不會在這些頻道 或者那段節目那裏 給你 你依然會有廣告 當然那些廣告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 雖然對比之下 比例的錢就少些 還有最近除了黃標問題 亦都沒有推播 沒有吞支問題 好像有時做了節目 重溫 人們都不知道 想找又找不到 直播又不知道 真的很笨 所以大家 有時不要 咦? 還在這裏 好像很開心 沒有了黃標 我也想 昨天還有人專門WhatsApp 我看到你的節目有廣告 真的以為沒有黃標 我也想 我們先搞清楚幾件事 黃標和推播 是兩件事 推播和通知又是兩件事 推播和通知 不要搞得那麼複雜 黃標推播通知 我分開是兩件事 兩件事 甚至乎也有朋友跟我說 是從來都有推播 是沒有少過的 是從來都沒有試過 沒有推播的 他每天都在監視著 我都覺得不奇怪 他講了原因給我聽 因為太多這些通知 有些人一按清除 清除完就不知道 OK 我覺得這個未必是 可能是 但多數都不是 推播和通知 兩件事 這個時間有多久 如果 你的推播或者通知 是一直在 一直有做的 當然 人數會很不同 如果你的推播和通知 只有五分鐘 兩分鐘 十分鐘 之後有些人也不知為何 我講了 好像今天有網友上來入會 我教到最後 我很有耐性 我也覺得 我只要有耐性 不發脾氣 理論上就沒什麼理由 聽不明白 講不清楚 但好像我講的那種網友 他根本是下集 不想去學 我去到那個版面 這個是登入 這個是密碼 我不認識 不認識 你的登入就是你的名字 你的密碼就是你的電話 我不認識 那你不能說 OK 最後 他會繼續支持我們 這個也是最重要 我去看Youtube 其實我能不能看Youtube 不斷問我 你入不日本有Youtube 這樣可以 有Youtube看就可以 我多謝他 是當支持 但是 大家要搞清楚 其實黃標對我們影響是不大的 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有聽香港的朋友 就知道我們從Day1 去年3月4日搬出來之後 是每一段片都黃標 基本上 因為黃標 他會是 你們有粗口 有暴力 或者有些不恰當語言 我們每一集都充斥著這些東西 是每一集節目 甚至乎我們寫一些題 是屌你老母 這樣寫的 當然是黃標 所以當那些 中KOL 好像有些朋友 有個朋友 現在在跟我研究 那些網友 我們自己都研究過 但我覺得他既然有心機 他說要跟我們搞了所有 Instagram Facebook YouTube Patreon 所有搞了 他說要跟我們 你看劉細良 一日之內有五千個 那是幾十萬 首先 一日之內 是否可以有這麼多 我真的很懷疑 第二 我們怎能跟細良 輕比 我們現在 牙血都掉了 我叫大家 給回費 給年費 都這麼難 Patreon 當然會有些人給 但我很懷疑 給Patreon 也是我們給台費 那些人 當然我會再考慮 再量度清楚 因為其實 在Patreon 有些事情都要 敷回YouTube 又是德鶴圈 又是沒有人 我們會再 大家緊張 我們是明白的 但其實黃標 我們一直都有 也是 一直都有廣告 但那些廣告 可能不是很多錢的廣告 或者都未必一定 但Anyway 我們看回自己的 income 我們一直都不是依賴他 其實不是很介意 反而最介意 因為沒有通知 沒有推播 收體的人數是少了 無論是Nive的節目 還是重溫 這件事就真的沒有符 重溫少了幾倍 我真的沒有符 那些人不懂得找 那你可以怎樣 至於為何沒有重溫 沒有推播 根據YouTube很客氣的答覆 我有空要發出網 他就說 是因為那些人 HOME OFFICE的AI問題 我認為這其實是謊言 如果你們推播 你一失去就繼續推播 是呀 有時你見到 有些對家 或言論溫和那些 就沒有什麼事 就是影響很大 你這個AI不是聰明 懂得分 嗯 屌你 這個是自己有 屌你 這個是神經病 他不會懂得分 如果你說AI的話 所以我就很疑話 但別人這樣回答 你可以怎樣呢 有人說要採取法律行動 OK 我覺得這個就是 如目求如 我不會說不行 但是 如果 你們是支持要看的 其實我真的找不到理由 你們會看不到 只不過去回到YouTube 就是今早的姐姐 也會說過 那些姐姐 不懂得入密碼和賣燈入 他都知道 你平時為甚麼 去YouTube 叫啤梨頻道 他都懂 反而他懂 為什麼你會不懂 其實你不願意學 又或者 其實忠實度又不是那麼高 如果不是 你怎麼找來看 是 Anyway 最直接的支持 或者我們過了半年 有人說 Berley Wiggins 你在哪裏做節目 其實有些人 你真的拗了頭 也沒辦法 希望大家 盡量 去like 和share 在Facebook 各樣東西 去share 有些朋友說 你們說錯誤性 我真的不夠敢 share 我們不能逼 如果你自己喜歡看 但是很開心 如果我share 出去讓人知道 我喜歡看這些東西 我會很便宜 很多這些人 不便宜 我有品味 我告訴你 他自己看得到 他都覺得不便宜 但是他又怕別人看他 不用怕 我們只要改變社會 沒有 你真是年輕 不能改 幾千年都改不到的東西 你覺得這些都能改到 好了 想要做短一點 誰知第一節 等於做了兩集 我最近 法國光明頂 我download來聽 沒有廣告 和新聞 原來只有三十多分鐘 一集 我們剛才已經做了兩集 光明頂 可以下班了 尤其是現在 那些人又不喝水 尤其是現在 那些人又不喝水 尤其是現在 那些人又不喝水 那些人又不喝水 尤其是現在 尤其是最認真 上來買東西的朋友知道 尤其是男人 特別是 問一句我回答你 第二句我應該不耐煩 第三句是尤其是 多女囉嗦 尤其是扭頭零雞 現在我也很害怕 突然說你 我不夠王 分分鐘給那些王衛兵 抓狗我 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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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冠罪人 再鬥狗我 拿這些錢出來 買任天堂 現在那些錢進化到 你老母 你老母 這幾個 真的難聽的 你要記住 好似當日那個婆婆吵架西門自敬 我們每一個都從西門走出來